老實跟你講 我們在台北有一個GIGITAL PRO 牛輪公仔旁邊有三棟樓 其中有一棟是我們跟以色列合作的 裡面我們就有在訓練王軍 不是訓練王軍 在合作 我們要走向高技術兵服 我去以色列看過 以色列那個王軍怎麼訓練 他一來就說成績最好的 以色列那個叫什麼 82王軍 他有個編號8200還多少 我有特別去看 他是大學畢業 以色列是高中畢業就開始跳 他跳那個成績最好一批學生 然後去以色列的王軍部隊 然後他訓練以後 扶兵一完以後 他會挑那批人 去特別的大學 在念那個相關的科系 然後 以後叫他們開公司 你知道以色列的國防怎麼做 他不是說 他常常是這樣 他政府會提 好像標案 我們的網軍攻擊要怎樣 然後給這些 當過網軍人出去開的公司來標案 你聽得懂嗎 他就說我們現在網軍希望做到什麼 然後給這些公司來標案 所以他從教育 國防產業 他是一條龍 我老實跟你講 我們在台北那個 有一個叫Digital Block 那個明倫公仔旁邊有三棟樓 其中有一棟是 我們跟以色列合作的 裡面我們就有在 在訓練網軍 不是訓練網軍 在合作 合作 好 我們可以看到 民眾黨黨主席總統參選 柯文哲 那麼現在在最新的民調也顯示 他的支持度已經來到了 百分之三十一點二九 是首次突破了三成 那麼他就說了 這個民調坑案就好跟股票一樣 不用每天都看 同時呢 在出席黨內的一個論壇活動 他就談到國防的議題 與初驚人說 網軍會是第一優先 好 這種說法之後呢 大家也直呼是網軍嗎 不過他說 他要強調是 資訊戰的重要性 引發討論 同時也改口說 好 不要叫網軍 我們叫做資安團隊 好 他呢 在嘉義參謀廟宇受訪時 就說這個洋網軍 要來貪瘓大陸這樣的說法 他說因為惡務戰爭 給了很多歧視 他也關注到資安戰的方面 所以他就表示呢 他也舉例了 就是每年選一天 挑題目跟大陸說 要把高鐵系統 癱瘓啦 百一天癱瘓等等 宣誓台灣有能力 做到示警 陸方不要亂動 這樣的一個說法 是發言挑釁嗎 國台辦發言人朱鳳林 就說了 希望島內有關人士 多說有利於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 並且是有利於 臺海和平穩定的話 那同時 這樣一個說法呢 前立委郭正亮亮哥就說了 說要組建一個國家網軍 來癱瘓大陸的網路 丟出這個議題喔 就是讓綠營的支持者 覺得說 其實柯溫哲你沒那麼藍 甚至帶出有墨綠的感覺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